我原上这些美丽的作品来自约斯加苏平函 没人当地的面子是很重心一楼的大厅来展出 这回各点的作品上当的导演 有边边的油味、水菜、毛液体、肥仔和铁钉钉 总共展出39件精彩的作品 这次展览有油画、然后有粉彩、还有酒精、原料 还有环氧素质、然后有铁丝、有掐丝法兰化 还有烧弱画 像这个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作品 然后它主要是因为我们油画的颜料就是比较重 然后要做成立体的样子比较难 所以我就是用一些素质土去把它做成立体的样子 结斯加苏平函的妈妈是地面的油味家黄美娥 主持人就受到妈妈的影响 典显对铁丝的天婚 黄美娥老师这次也特别高兴参观 十五件的前任 替十五件的加油打起 它的东西就有一些结合 四子土或是立体 然后它读寿司的时候 它用立体空间 或者是立体造型 就不一样的画风 然后它现在又有一些桃土或是四子土或是什么 每一种东西把它结合 所以每一个画风都不一样 但现在今天发展 真的让大家看了又比较年轻化 苏平函老师都每11个岁的店 中的汽收店到4月30 欢迎在地乡亲百条南帝的机会 多多到民地市民众心一楼的大厅参观献胜 南天十分欧队的新鸭彩虹报道